做華社群另外一副作用 又就是看到這麼多的正能量 這麼多的網美照 有時候會發生另外一種焦慮感 佩玉妳說妳有容貌焦慮 對 就是會很焦慮 把自己的五官身體 都拆分成不同的地方來看 然後譬如說就我來說好了 就這樣會不會很煩耳塞 就譬如說我臉比較膨一點 或是我笑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看像這樣 這邊是一個蟹 可是這邊有多一塊肉肉 哪有啊 有啦 那麼漂亮 妳到底是 妳明明就很OK啊 對啊 謝謝大家 謝謝 妳很好看了 真的 但是因為妳滑色群的時候 很多人真的長得很精緻 然後妳就會覺得 是不是自己長得不是很好看 然後為此呢 我就真的有去醫美診所 想說問一下 有什麼可以調整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可能真的是 整形風氣太盛行 太盛行了 連醫生 我那時候坐下來就說 醫生我覺得我這裡 可能需要調整一下 這邊看起來寬寬的 我是不是可以打肉毒 或者什麼小臉針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看我一下 就說 妳這要消骨 消骨 太誇張了吧 我已經到要消骨的程度了嗎 然後我就說 就是這麼侵入的 我可能還沒有心理準備 這是我第一個 諮詢的醫美項目這樣 他說 不然的話 妳可以墊個鼻子啊 什麼的 會讓妳的臉 看起來比較立體這樣 妳的鼻子也很近 對 媽咪 妳這樣還要墊 妳的消骨我是嚇到要拿掉的吧 妳是要當小木偶嗎 妳要不要幫她先睡 真的不要去 對啊 就覺得怎麼會這麼 有這麼誇張的是不是 沒有 然後我就想說 那應該是那個醫生太過分了 我自己先回去修整好 我自己的心理狀態這樣 然後可是又過了一陣子 我就有遇到那種狀況是 我的一字排開 很漂亮的女生們 我就真的直接被廠商講說 她臉太大 她也沒什麼胸這樣 這沒有一個杯子以上 或是什麼什麼 我們沒辦法用 然後我就反省說 天啊 就是又是我的問題了 這次應該我有什麼可以調整 那有調整我就跑去醫美診所 我要執行做胸部這樣 然後我就聽到一個 非常驚人的數據 我就說會不會做了 覺得自己假假的這樣 她說不會 你知道我們診所成立了 八年以來 然後一個禮拜只會修一天的 一天的手術 然後一天有最少兩台的 封胸手術 一天有最少兩台 所以她說妳在台北看到 那間瘦瘦女生 對 瘦瘦女生但很有胸 幾乎都是有稍微微調過的 然後都是有放東西的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事情 然後你可以放心地交給我們 因為表示我們很有經驗 你也不用覺得自己有整形 什麼之類的 她是不是想賺妳錢呢 我覺得太誇張了 就原來有這麼多人 在做這個手術 就表示社群帶給大家 很大的焦慮感 對啊 就已經影響到 你對於自己的認同 費用聽說把妳嚇一跳 對 那個費用是 做胸部要三十六萬 對 還滿吉利的一個數字 對 有沒有可能是她們鼓勵 三十六萬是有分 比如說她做什麼 一邊嗎 或是罩杯還是什麼 沒有 就是沒有分尺寸 全部就是你只要開這個 就是三十六萬 她那個應該都是 自體脂肪吧 沒有 這是放東西 三十六萬是放東西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三十六萬我有這個閒錢 還是要去 譬如說去個遊學團 之後要去讀書 不然後來就幾張證照考起來 像一張證照平均三萬 我可以考十張 就我是一個十張證照的女生 還是我是一個十個照片的女生 OK 長很多 我要好好想好 我到底需要什麼 是我可以帶著這些東西 成為我很棒的記憶 還是 我看妳覺得很棒 很漂亮 很舒服 謝謝 謝謝妳給我力氣 真的啦 而且妳有另外一個想法 妳不希望妳喜歡的異性 會上網去搜尋 會了解妳 對 就像剛剛妳提到的這個故事 其實妳剛才講 我就有偷笑 因為好像我會這樣子 像我們這樣做公眾人物 我們很多生活都一定要 PO在上面 很像就像例行公事那樣子 可是當我認識一個男生的時候 他不是公眾人物 可是他卻可以透過我的社群 或是過往的新聞 知道我以前的故事 或是曾經做過什麼事 對 資訊不對稱的 那個不安全感 給我很大的不舒服 而且新聞不點是正確的 對 然後或者是他會說 可能妳都發一些什麼 或者是妳會不會是一個 很虛榮的人或是怎樣 他就會有自己的解讀 可是有時候其實不是這樣子 而且妳的圖都修過了 對 而且我脫了 那大概有一天發現 假的 脫鬆 肩膀不一樣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 不放心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就有朋友 介紹的男生給我 我現在單身 所以就大家會介紹好朋友給我 然後結果我有先跟他說 我不希望妳去搜尋我什麼的 結果他有一天就偷偷的 去搜尋我的社交平台 然後在聊天的時候 他不小心脫口了就說 那妳上次那個主持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想說 理論上來說 妳沒有我的社交平台 妳怎麼會知道我去主持 然後我就知道說 他偷偷搜尋我了 我就說 我不喜歡妳偷偷搜尋我 如果我跟你坐在對面 妳有什麼事情 妳就問我就好了 我覺得我會想跟你分享 我就會告訴妳 然後後來我就慢慢地 彈出這個男生這樣子 就覺得我不喜歡他搜尋我的感覺 好 但是現在人要上網搜尋 是一個可能人性很簡單的動作 真的 H你覺得怎麼看呢 你覺得會贊成這樣的方式嗎 或是要怎麼樣來跟自己對話 有時候你看到東西 不見得是事實 我覺得我們大家坐在這邊 都算公眾人物 就算現在不算是公眾人物的人 其實他有很多資料 也都在網路上 對 對 所以你說 你要去要求對方 一定不要去搜 這個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 就算你今天認識 比如說你今天認識我 你也好奇說 明天這個節目來賓是誰 你多少年會去看一下這個人 你不是要看人家隱私 可是你也想多了解這個人 可是我覺得問題是出在說 當你知道了這個人的資訊之後 你當了人家的面 你是不是應該要表現一種 你不應該知道那麼多 而是慢慢地去詢問對方 你不要說我知道你 你是不是本來想去龍胸 然後後來就放棄 如果我一定要做人 他就很糟糕 對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在乎的 不是說他有沒有去搜尋你資料 而是在乎的是 他搜尋了你資料之後 他對你的態度是不是還是 維持一種很客觀 看待你 重新認識你 就是當作沒有看過那些資料 然後來瞭解你這個人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比較好的 對 交友的一個方式 對 佩姐 你有時候會PO一些 你老公的訊息 這個放想會被唸喔 對 我前陣子 被大大地檢討這件事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 我一直以為這種東西 就是給別人正面的力量 或者是帶給別人希望 可是我前陣子就是被 自己的朋友也有講過 就是剛好我在聊這件事的時候 經紀人講的 然後當然就是幕後的一些 工作人員講的就是說 非常討厭看到你PO 你老公的東西 然後就是說我們一起吃飯 一起去做菜 去餐廳 就像這樣的 就是可能這種 老公的視角啊 其實很蠟耶 很蠟耶 對啊 很蠟耶 重點是就是我 你看我可能 我看錯重點是不是 對... 我看錯重點 你看我看錯重點 很蠟耶 剛剛只想把它放大一下 對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的 就是可能我們之間的互動 我才發現就是 有一群人是 可能單身的人 或是不是什麼 情人節去死團嗎 就那些不想看到這些的人 是會對你 好像我在對他們造成傷害 然後後來我就也耳聞 就是我經紀人的朋友什麼 他們就在講說 對啊 為什麼什麼都要放老公 為什麼這些東西都要 好像在炫耀你的生活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原本以為的好意 可是被解讀成這樣子 當大家討論 別人的觀念一致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受傷 你會覺得說 好 那我到底應該怎麼做 那這又是跟我工作有關的內容 然後我就說好 我現在都不放 我就放我自己一個人的 我也不去講那些 會讓別人 好像會觸碰到別人傷口的話 然後我就覺得 對啊 就是在這個世界 有很多東西是 你沒有辦法顧及到 全部的族群 那你能做的好像就只有這些事 所以後來我就變得很輕益 就放我工作的東西 生活面我就會減少分享 然後就也不太 對 因為那一半也不是公眾人物 我就會覺得好 那就都避免 也不要為了這個有嫁吵這樣 好 所以社群真的是兩面刃 幫我們可能帶來一些這個商機 帶來更多的機會 但也會帶來很多的紛爭跟誤會 最後H給大家一些建議 我覺得社群 雙面刃這句話很有道理是說 因為它可以很快速的給我們資訊 所以我們很多 比如說我不用看新聞媒體 等到八點鐘才有一個新聞報導 或什麼 它每分每一秒 它都有新的消息會傳出來 這對我們來講是好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剛剛大家一直在討論 包括情人之間或朋友之間 你們的私人的生活 怎麼樣再透過社群媒體 不要因為這樣而關係去打壞掉 我覺得人跟人之間 最重要的還是真正的相處 我曾經想過一件事就是說 我今天生日了 然後大家會傳訊息說 生日快樂... 可是我跟這個朋友 可能已經十年沒見了 他十年都會傳生日快樂 我後來回他一句我說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會不會是在我的告別式上面 因為這... 搞不好再過二十年 你還是永遠都跟我 生日快樂... 我們都不會見到面 所以關係還是要靠真正你 其實我其實滿贊成這個 你剛剛講的 關係還是要靠這些 比較傳統的方式 去做維繫 對 那社群媒體 只是一種幫助你的工具 我們不要被工具給綑綁住了 很久以前有一個 非常有智慧的人 叫Nokia就說了 科技來自於人性 對 對... 他不是一個人 對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利用 社群這個力量 對 真的 OK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我覺得這個社群真的幫助 我們建立很多的新的機會 可以傳達很多的正能量 跟一時的負能量 但不要忘了 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真心用心 花時間的溝通 去認識真正的他 讓我們自在地使用社群媒體 不要被他綁架囉 拜拜 還是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 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